11月19号,吉林长春出现明显雨雪冰冻天气,导致城市交通严重受阻,多地停水停电。 街路上,除了公共交通车辆以及少量私家车,更多的是在极端天气里为市民送餐的外卖送餐员的身影。 当天,记者走访长春著名的美食商圈看到,餐饮店内几乎都是外卖送餐员在等餐取餐。 一位来不及透露姓名的外卖送餐员对记者说,从清晨出门到中午用餐高峰前,他已经接了20多个订单。 雨雪打湿了他厚重的外套,然而他并没有时间擦拭和更换。 仅有半年送餐经验的聂一平是首次经历这样的极端天气。 他对记者说,早上为了更快出门,他将动硬了地把套摘掉,裸手汽车。 即使手被动得疼痛难忍,他也依然在坚持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份坚持得到了市民的暖心回馈。 聂一平说,为了还在等他送餐的人,他要坚持送到当天午夜。 和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送餐员一样,保障市民用餐的还有忙碌的商家。 这场极端天气来得猝不及防,长春市城区遭遇大面积停水停电,不少商家启用了备用发电机,并购买矿泉水供厨房使用。 虽然餐食成本提升了,但价格却没有上涨。